盘古vs红军 一边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 一边是三清的师父 假如两边对上 到底谁更厉害 我们先看看盘古 盘古在天地没分开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盘古的能力不用多说 看过风神英雄榜第一集的都知道 盘古用身体把天地分开 这么强的支撑力 在上古世界中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同时盘古呼出的气 变成了四季的风云 声音化作了打雷的声音 双眼变为太阳与月亮 四肢变为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 皮肤变成了大地 血液变成了江河 汗水变成了雨露 说白了 世界之间的万物 都是盘古所化 盘古的武器是一把斧子 名叫盘古斧 又叫开天斧 当盘古死后 盘古斧成了三位绝世至宝 其中斧刃变成了盘古藩 斧头化为了混沌中 也就是东皇太一的东皇中 斧柄成为太极徒 从这三件宝物就能发现 单单盘古用的斧子 就可以消灭一切洪荒巨兽 我们再看看红军老祖 有句话说得好 先有红军后有天 路鸭道人还在前 红军老祖 在天地诞生之前就存在了 法力更是深不可测 门下更是有三位圣人 他们分别是通天教主 原始天尊 老子 这三位号称三清 在洪荒小说中描写道 红军老祖乃天道实体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道 实力这一块就不用多说了 在风神英雄榜中 面对通天教主的朱仙镇 红军老祖不费吹灰之力 就收服了通天教主 要知道 朱仙镇连圣人都可以斩杀 可见通天教主的实力 连红军老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法宝多的 更是数不胜数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 小天觉得 还是红军老祖厉害些 毕竟在盘古没诞生之前 红军老祖就已经存在了 况且 门下还有三位圣人的帮助 这样的阵容 堪称无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